第九章 传输线原理跟应用 我们就介绍 这个是很详细的 不过我们因为在现阶段不需要讲到 有许多东西不需要讲到 像这个第八等等 像这些我通通删除 我们是讲一些我们目前所需要的 传输线上传播的电压 它的波是电压波跟电流波 它电压波跟电流波的形态 跟平面电子波非常的类似 我们前面讲的平面电子波 比如说在没有电荷 也没有电流的密度的空间 Maxual Equation可以导出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假设这个电厂跟磁场 都是Time Harmonic Form 用Time Harmonic Form可以得到这一组的微分方程 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导出一组的电子波 它本来是有两种 一个是EXBY 另外一种是EY BX 我们选这一组 前面讲的都是像这一组 它是电厂 电压波跟磁场的磁场的破型 这是朝右边传播的 这是朝左边传播的 右边传播是负阶β0Z 左边传播的是正阶β0Z 那我们现在拿这个 两个平行板的这个传输线 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 也是由Maxual Equation 假设传进去的是平面电子波 在满足这些边界条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导出电压波跟电流波 电压就是指这两个板之间的电压 电流就是从这个 流进去从这个流出来 或者从这里流进去 从这里流出来 电流波 那这个其中的这个L 就是可以用它的基本的结构 像这个接电子厚度 这个基板的宽度 还有当中这个接电子的参数 可以来表示它的质感吸数 单位长度的质感吸数 单位长度的电容 然后我们从这个 可以导出一个电压波跟电流波 这可以导出这个形态 这个形态跟我们电池波 电波 电池波里头的电压跟磁场的 这个 扑方程的形式 非常的类似 就是说 以后我们讲的这个 传输线里头的电池波 是电压波跟电流波 它跟以前我们讲的 平面电池波 垂直入色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类似 以前是电压 以前是电压 以前是电压跟磁场 电压 本来它是向量 这也是向量 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向量 它没有方向 但是它有正负号之分 好 现在我们就看 一般横向电池波 横向电池波就是TEM wave T就是transverse Electric Magnetic Wave 我们是空间传播这个波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用一个天线 天线 就是共振 电流共振 或者是 共振产生的电厂 或者是磁场 让它成为波形传出去 它传到很远的地方 它的强度就变弱了 对不对 因为你是球面波 越远的地方 这个球半径越大 它的球面越大 所以它的功率 就越来越小 功率越来越小 那你距离天线 比如说你几百公里外 你要接收它的时候 你的天线也是很小 看起来好像一个点 对不对 你好多部分的功率 都没有用 就这一小部分 接收到 所以它的耗损 就浪费了很多 浪费很多 但是你在传播电波的时候 这不得已 你要传播这个电力的话 那这个损失就太重了 所以我们电力 就不适合用这个 平面电磁波的方式传播 我们是用一种 能够把电磁波 引导它 援助固定的路径 朝某一个定点传输 比如说你从这个 河山厂 恒春 传到高雄 它就是从恒春到高雄 它别的地方不会去 所以它的耗损率 就大大的减少了 我们常用的这个 transverse TM的传输线 传播电磁波的传输线 有这种三种 这平行板传输线 这是两线制的传输线 这个是同轴电缆的传输线 这个平行板传输线 这个传输线 我们是用一个厚度均匀 这两个平板的厚度均匀 那这个当中是一个界电支撑 平行板 就是说这个当中的厚度 都保持一定 这是个绝缘体 把这两个板绝缘起来 那我们的TM wave 就是在绝缘体里面传播 这种传播 我们可以把它印刷在 这个界电支的基板上 这个制作非常简单 而且很经济 耗费不大 另外一种二线的 二线制 它是两条线 保持等距离 比如说一条电流从这里进去 另外从这里出来 或者两边的空间 这里的空间都是一样大 像这种传输线 就是用在什么 电力的传输 你看我们的电力线 通常都是一对一对 电话线也是一样 同轴的电缆 电缆线 它是里头有一个圆柱导体 外头是一个圆柱壳导体 就构成一个同轴的传输线 因为电波 将来的TEM电波 它的功率 都是在这个界电子里头传播 电子波都限制在这里头传播 它不会在岛底里头传播 在这里头传播 那这个形态就是说可以把这个范围局限在这里 你这个电子波就局限在这里 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这个方式用在这个电视的电缆 电视的电缆线 用这个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量测的仪器 高精密度的话 我们一定是用这种 电子波在这里传播 它也不会影响到外面 好 圆座平行板 传输线传播的 Transverse Electromagnetic Wave 我们现在假设 这两个平行板是理想导体 两个平行板中间的绝缘体 是无耗损的界电子 无耗损 然后在这个当中传播的这个 电磁波 横向电磁波 它是一种斜正场 斜正场 这是由sine跟cosine这些 函数构成的 而且这个学生场 满足 无缘界电子的 这个 就是编满足平行板间 这个当中 没有电源 就是没有电流密度 也没有电荷密度 这样子的一个 平面 横向平面电磁波 满足这些关系的话 我们就是用以前的 像这个条件 The Maxwell Equation 然后它是一个 斜正场 我们可以导出 这样的一个 其次的 Helmerholtz Equation 由这个我们就可以 可以导出这个 它的电磁波 电场 从Z方向传播的 电场 假定它是Y方向 Y方向 那这个时候它的H场就是X X方向 这是负X 负AX E cross H 是Z 这是满足那个 就假设它的电场 这个方向 H场这个方向 这是它的正伏 电场正伏 这个是磁场正伏 这是朝正Z方向 传播的电磁波 γ就是它的 传播常数 是等于这个 ETA是 这个接电子的 固有波主抗 这是 根据以前的经验 我们可以导出这个波 这个波 就是在这个当中 传播的波 就是这样的波 好 如果忽略 电场跟磁场 在这个边边 你看这两个 这两个是有一定的宽度 铺在这里传播 在这个当中 我们 比如说你可以当作这个 电场 本来都是朝Y方向的 但是到边边那就不一定了 因为它的电力线 有时候会弯曲 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一点点的小变异 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 当作这个好像是 无穷大的宽度一样 那么 还有一点要记得就是 在Y等于0 这是一个导体表面 Y等于D 也是一个导体表面 你导体里头的 电场等于0 导体里头的 H场也等于0 所以你这个有电场 但是你这个电场 是这个方向 你到了这里以后 一定要等于0 一定要等于0 OK 你电场在这里 是这个 H场是这样振动 H场这样振动 你H场 它在这个 H场是这样振动 它的发现方向 在这里跟这里 要等于0 H场的发现方向 H场的发现方向 就是partial H over partial Y 这个 我们 以后会 跟各位提到 在X等于0 跟X等于D的地方 有下的几个关系 EY等于0 电场 在这里也是0 在这里也是0 HX 就是这个 因为你H场 是这样振动 你到了这里以后 它这个 这个方向 就是说你H场 可能在这里 振动 就是它在这里 这个要等于0 这个要等于0 那切线方向 是H场的发现方向 就是它的切线 斜率最大了 但是这个要等于0 还有就是 我们从前面的 连续条件 我们导出了这个 N2就是代表 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跟这个区域 D2 2就是代表 这个区域跟这个 1是代表 这个当中 第二个区域 这里跟这里 电场是0 电位1也是0 它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是表面电流 表面电流密度 它是N2 N2还是一样 是指这个地方的单位向量 这里是朝这里 这个地方是朝上 Cross H1 H1就是这个区域的H场 H2就是这个区域的H场 因为在这两个区域 是导体 这个等于0 所以连续条件 就变成这样子 这以前我们 这个电视波第一章 电视波第二章 我们就讲过了 讲过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 在Y等于0的界面上 Y等于0的界面上 N2是朝上的 就是AY HZ我们刚刚说 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它是负5AX的方向 这是它的 amplitude 这是它的fix factor 我们说 在Y等于0的地方 N2.d1 N2就是这个 d1就是这个 d1就是这个 d1就是epsilon 增上电场 epsilon增电场 这个我们刚刚说 是这个等于表面电荷密度 这个表面电荷密度 就是free charge free charge density L就是代表lower 底下这一层的电荷密度 所以这个电荷密度 我们比较这个 就知道 因为这个导致起来等于1 它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因为1 是等于10 exponent是负 j 负j beta0z betaz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N2 cross H2 它是等于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有时候用lemna表示 有的书上 有的书上是用j表示 我这里都把它写出来 它是ay ay cross ax ax这个 但就这个看 ay cross ax 是负az 书上这个 这是等于什么 下面这一块板子的 它的自由电流密度 自由表面电流密度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 所以 j 就是表面电流密度 下面这一层的 它可以等于负的 这个值 那么它就等于 因为hz是等于 这个值 这是一个负 有个负号 所以 负负得正 就是说你把这个 它的amplitude 用电场表示 有一个负号 好 适中 这个跟这个 分别代表 底层表面 的表面电荷密度 跟表面的 电流密度 你看 我们用电磁波 在这里传播 你可以得到这个 电流密度 跟电荷密度 同样的道理 在这一层 upper plate n2 就是它的 发现方向 是朝下面的 负ay 方向 那么我们也带到 这个里头去 这里是个负 刚刚那个是个正 正的 那这个 它是等于 upper plate 它是free charge density 所以upper plate upper plate free charge density 就等于 epsilon ez ez是等于 这个 OK 导出这个来 然后我们也一样 导出这个 upper plate 它的free current density 这是平均的 密度 不是 它是单位 单位面积的密度 就是电流密度 就是电流密度 这也是电流密度 它是等于 负ay cross这个 你看 它就是等于 这跟刚刚正好相反 刚刚是正 这个是负 刚刚这个是负 刚刚那是正 这个是负 所以 就是代表上层 上层的 看看下层是正的电荷密度 上层就是负 电流密度 朝这边下层 这个是表面电流密度 这里表面电流密度 就是朝这里 它以po的形态前进 所以 一下朝这边 一下朝这边 一下子这边正 这边负 一下这边正 这边负 所以从以上的结果得知 导体平板上的电荷密度 跟电流密度 是Z的正选函数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它的 facial form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time 它就是一个 时速的话 就是time harmonic form 就跟这个ey跟hx一样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值 跟h常这个 我们假设是这个 分别代入下面这两个式子 这个就是什么 h常跟电常 它的time harmonic form 这个是max equation 这个是max equation 把这个带进去 那你看这个 curl一 你把这个做一个curl 做一个curl 它就是 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跟它的x 就是x component 我没有把这个 横等式 没有把这个行列式写出来 你把行列式 你自己做一下 行列式写出来 导出来 这个是x 只有x component 这也是 这边 也取x component 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也导出来 也是这个x component 跟这边的y component 就是我们取的是 这一组 这一组 ok 就是 1取y h就取x 然后将这个式子 这从max equation里头 得出这个来 我们假定它电场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有 这样的式子 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 从y到0 从y方向积分 y方向积分 从0到d积分 也就是说 这个d d z 把这个积分出来 dy 因为它就是y component dy 就等于这个 hx也对dy积分 也是从0到d 你看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什么 负dv over dz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式子 就是负dv 这个就是负dv 就电 不是 这个式等于v vz了 vz 就是 电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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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这个operator 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负的 负v 所以我们在电子学讲过 v等于负的 e dot dl 从a到b 那个式子导出来 好 这一边呢 它就是等于 j omega mu 就是常数 这个跟y没有关系 它这个 你都跟y没有关系 所以对y积分的话 它可以当作常数 就提出来 那么这个积分 dy从0到d积分 就是d 就是d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 再画一下 h 这个d都还在 hz 不就是这个字吗 hx 刚刚我们导出来 hx 等于这个 对不对 那我们写这个 也行 这个写j也可以 写lemina也可以 我们现在用lemina upper plate free current density 称d 这边积出来是这个 然后这个再画一下 j omega 那这里 我们乘一个w 除一个w w乘在这里 你看这个 可以约到就是mu d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上面一层几板 上面一层平板 它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它的单位是ampere per meter 每一公尺 有多少电流 那现在 这个宽度是w 所以它的总电流就是这个 这就是它的总电流 我们可以把这个 mu 乘上d over w 写成l 这个就是i 这个为什么是l呢 你看 mu它的单位是 phalapere meter 这个单位都消掉了 这个单位都消掉了 字感系数的单位 也是phalapere meter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当作是这个基板的 字感系数 字感系数 好 我们再把 大概这个式子 好 v v就是上下平板圈的 电压 从上往下 它是等于 d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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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积分 我们刚刚说过了 我们说这个 这个里头 刚刚我们看这个里头 它是震荡方向是y 它传播 它是平面波 平面波只跟z有关 它跟y无关 所以这个是常数 你可以把它提出来 d外的积分就是 d 所以电流 电流是上面平板的 向正z方向流动的表面电流 就是圆着这个两个基板当中这个方向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就是单位长度的 自感系数 自感系数 好 我们现在 也把另外一个 这一组 两端 从 对x来从0到 y积分 因为这个是x 方向 ddz hx dx 这边也是 这个提出来 这个积分dx 从0到w 原来x方向就是 几板的这个 就是两个平板的这个方向 宽度 宽度方向 刚刚那个是厚度 厚度是低嘛 宽度 好 因为 我们来看 好 我们 看看这个 h h是什么 刚刚导出来是这个 Az 原正方向的 是上一层 平板的 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 那表面电流密度 这是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 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提出来 因为它 这个 它本身函数跟x没有关系 所以它就变成 hx乘上w 积分就是w 那就等于 这个 用laminar 有时候用laminar 那它就是 I 就是电流 电流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提出来 因为 它跟x没关系 变成这个字 好 那现在我们 这是由 Y W 被D来处 这里头称一个D 这个值就是V 这个值就是电压 上下层的电压 这个就是电压 然后 J omega 这个我们就 令它等于C 电容 因为 这个单位没有了 这个单位是什么 phalapermeter 所以它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单位长度的电容 是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 看 现在我们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说这个是 因为它的单位是 phalapermeter 所以它就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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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上就得到 这两个式子 负DV over DZ 等于 J omega L I Z 还有负 DI over DT 就等于这个 这两个equations 好 这两个equations 就是构成 就是构成 这两个项量 这两个项量 它是 Time Harmonic里面的一个项量 它的传输线方程 这叫做它的传输线方程 一对这个 好 现在我们 把这两个 再处理一下 比如说 我把这个左右都 微分一下 这个微分 这个也微分 这个微分有 J omega L DI over DT DI over DT用这个带 它就等于负 J omega C V 所以把这个带进去 有J J就等于 负负得正 J生负得负1 这边符号拿过来 这就变成 这个字 你把这个 微分 DI over DT用这个带 它就变成这样 本来这个负负都消掉 但是这个有J J成J就是负1 或者是你 再来就是 你把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 对Z微分 对Z微分 这也对Z微分 它就有DV over DZ 你把这个 带到这里去 带到刚刚这个 DV over DZ 它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 就是 这两个式子的解 你可以把这个搬过来 就是D平方V Over DZ平方 等于Omega LCV 等于0 这也是 这两个我们就可以导出 电压坡跟电流坡的 适合这个微分方程 它的坡方程就是这个 这两个的解 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它的解 还有这个β是向常数 我就漏掉一个词 β就是向常数 β是等于这个 我们这里的β是等于 Omega 更好LC 你把L跟C 原来的这个定义带进去 它就等于这个 因为LC 我们不是令这个等于L吗 这个等于C吗 你看这个约到这个约到 就是这个 所以它的传播常数 就是当中这个界电子层的 这个根号LC 就是根号μIps 这是电子层 这是跟平面电子波完全一样 好 现在我们把V等于这个 就是我们解出来的V 带到原来的这个式子里面去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这个微分一次 В 负负负责 Jβ 身上V0 这个还在 V0就是 电压波的 阵腑 G7 好 这个是等于这个字 那么这个字是左边 左边是这个 右边是这个 从这里头 我们可以得到V over I V over I 它就等于Omega L over Beta Omega L over Beta 因为Beta是等于Omega LC 是Omega LC Omega月掉 L月掉一个 更好L 所以这个就变成更好LC 更好LC 而V over V0 V0 over Z0 V0 over I0 V0 over I0 我们就令它 这个因为这两个笔值 这个笔这个 这个消掉了 就是V0 over I0 它也是这个值 这个我们就令它等于某一个常数 Z0 所以Z0它的定义就是等于V0 over I0 它等于更好LC 你把L这个值 C是这个值带进去 最后它是等于D乘算W Z0 根号 Mu over I0 就是ETA 就是这个 这个界电值 它的固有波主抗 固有波主抗 这是电值波的固有波主抗 现在是等于Z0 Z0是什么东西 我们称为传输线的特性主抗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它的定义就是V0 over I0 我们再把这个带进去 发现Z0是等于这个 固有波主抗 乘算D over W 就是现在的特性主抗 你看 你这个结构固定了 比如说我们是平行板电 平行板的传输线 D厚度一样 W也固定了 ETA 就是界电值 它的固有波主抗 所以这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呢 因此就是一个常数 它跟你传输线的长度没有关系 它只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这个传输线的结构 宽度啊 宽度啊或者厚度 还有你这个当中的界电值的 ETA有关系 好 这个是Z0 原传输线 传播的速度 VP face velocity Omega over beta Omega Omega是 Omega Beta是这个东西 它也是这个东西 也是这个 所以 Face velocity 你看 它这个Face velocity 电压波跟电流波 它的Face velocity 就跟这个 在这个界电值层里都传播的 电磁波一样 一样 看 与TEM在界电值中 传播的像素是一样的 这个像 这个就是 原线传播的速度 就是 传输线 它的电压波跟电流波 是原的线传播 这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看到没有 所以 它跟这个 我们以前讲的 这个 平面电视波 类似的不得了 然后 现在我们要介绍 浩筍平行板 传输线 看起来好像 我们的 我们的 印译是 两个平行板 都是 理想导体 当中的界电值 是理想界电值 那就 没有耗损了 但是 它 不可能办到 我们不可能办到 第一个 不可能办到 就是说 你绝缘体 不可能是 纯的 界电值 它一定 参有一点 导体的杂质 在里头 导体的杂质 在里头 所以它的耗损正切 不是零 因为它有导体 所以它 上下脊膀之前 会有漏电的状况 这个漏电 电流 经过一个 有导体的 就是它的电传导率 不为零的地方 当然它有耗损 还有就是 你的平行板本身 也没有办法办到 理想的导体 它也是非理想导体 因而它就有电阻 它电流传播的时候 会产生热功率 所以这两点 这两个 都会消耗电功率 这说明了 以上的两种效应 所以我们就定义 以下的两个 新参数 而平行板前 它漏电 漏电的话 这表示这个当中 有电阻 这个电阻的导数 就是G G 我们说每个平行板当中 我们的 我们的电阻 是要算单位长度的电阻 因为它是 一个很长很长的东西 不能诊断来说 它有多少电阻 就是单位长度的电阻 是R 单位长度 它的漏电 电阻是R 那么它的导数 就是G 导数就是G 就是这是 每单位长度的电阻 这是每单位长度的电阻 那这个是漏电的 就是这个 其实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漏电的 漏电的这个电阻 就是它这个导体 不是理想的绝缘体 所以它里头有电阻 这个电阻的导数就是G 我们也是用 每单位长度 有多少电导来定义 就有这两个定义 OK 我们把这个讲完就好了 根据高斯定律 这漏电值的高斯定律 第一 到的第二 Close the surface integral 等于这个字 等于 这个封闭面里头 所包含的 Free charge Free charge 我们现在取高斯面 就像这个 这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框框 是一个封闭面 它的Z方向的长度 长度是一公尺 那这个 这个前后就是W 前后的宽度就是W 上下导体板的电压 这个电位跟这个电位的差 就是电厂DL 从这个基板到这个基板 就是电位差 它的电流 电流 这个电流 当然你要算J.DA 它是做一个 它是从这里来 然后从这里回去 这里来 这里回去 所以J是等于SigmaE 欧姆定律 DA 它是等于这个值 那么再来 capacitance 就等于这个QF 这个基板的自由电荷 被这个电压来处 这个自由电荷 我们说过 你可以等于这个值 我们就当作 从这里到这里 一公尺好了 宽度 这个盒子里头 那这个就等于EpsilonE D等于EpsilonE V是等于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电厂A到B的线级分 那么单位长度的电阻 单位长度的电阻 就是V overI V 电压 电压 被这个电流来处 被这个电流来处 那它是等于 这个值 这个 这个 有欧姆定律 那现在我们把 C乘R C乘R 这个乘这个 那它就等于C R就是几分之一 它的电导 这个R是指 这个当中的R 漏电的R 那它就等于C 用这个乘3R 乘3R 乘3R 那现在 这个约掉了 这个除这个 它E到的D都一样 所以它就等于Epsilon overSigma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 G 就等于Epsilon 分之Sigma 乘C 这个式子 我们将C等于这个值 带进去 C等于这个 就用它的基本 这个 常数带进去 这个是它的 电传导习数了 好 我们 这是我们导出来的 这个是 它的 最后 单位长度的漏电的电导 是等于 是等于这个值 单位长度的漏电电导 好 那么这个式子 就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你知道这个电容的话 这个电容 你可以求它的单位长度的电 这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可以得到单位长度的电导 反过来你知道单位长度的电导 你可以求这个 那它的用这个基本的数带进去 它是等于这个值 好 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好